今天咱们来做二胶膏 真彩实料 做法简单 350克红枣清洗干净 500克黑芝麻 也清洗干净 不喜欢可以减少200克 均匀的摊开 100克枸杞也冲洗一下 装盘中并均匀摊开 最后将500克 鸟桃仁给一并清洗干净 将洗干净的所有材料 都放在太阳下晾干水分 晾干水分的红枣 切好的红枣装碗备用 核桃放入锅中 将它炒香 炒好的核桃装盘晾凉 晾凉后 像这样大块的 要掰成四分之一大小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黑芝麻也放入锅中 小火将它炒香 炒好的芝麻装盘 最后加红枣也放入锅中小火 将它炒干水分 这样保持的时间会久一点 这里是一斤鳄架块 跟一斤黄酒 我已经足足泡了三天了 这鳄架全部都粘在锅底了 搅动搅不动 没关系我们放在明火上小火将它慢熬一会 熬至不粘锅底了我们转到不粘锅中 倒入200克冰糖 熬这个鳄椒不要用铁锅 用那个熬鳄椒的专用锅就最好了 开最小火慢慢的熬煮 熬这个锅椒一定不要心急 熬的过程要全角洞防止粘锅无底 整个过程大概熬了40分钟 熬至像这样提起锅铲 有挂起的状态就可以了 先倒入核桃快速翻拌均匀 再倒入红枣继续快速翻拌均匀 最后倒入黑芝麻跟枸杞快速翻拌均匀 拌以后迅速倒入提前垫有油脂的模具中 稍量一会再借助油脂和手套将它整理平整 这样不会太摘手 放一旁试温下静置4小时以上定型 定型后就可以拿出来切块了 咱们的鳄椒糕就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材料真实 用进卫生无添加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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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pill